如果你到沙巴亚币的目的地 只是去海滩和跳岛 那未免得太单调了吧 不如趁着在市区闲逛的一点点时间 到以下这些亚币特色景点去看看 顺便拍照打卡吧 有没有想过在亚币的最高点看亚币市区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新城和旧城之间的洪沟 还可以一览无疑地看亚币市区 如果你有在丹荣阿鲁看日落 建议可以找一天也来这里看看 混合着现代与大自然的日落 感觉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位于信号山旁边的爱情生钟楼 可是在战争中唯一幸美的建筑物 现在这则成为了船只进入港口的导航装置 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 就去感受南洋的历史气息吧 作为普罗州里的其中一个集结 在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地方 沙巴博物馆可说是喜欢历史和文化的旅客最爱 这里的收藏和文化村展示了沙巴早期 与近邻包括中国等国家交际的痕迹 不说你不懂 沙巴总共有32个官方认可的民族 华人可是其中一个哦 走过这些景点留下打卡照的同时 也对亚币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还去了亚币其他漂亮的景点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啦 想解锁更多沙巴亚币旅游的好好玩内容 请关注西武记微博与脸书 也要记得点亮我们YouTube的小铃铛哦